被开罚单还感谢警察帮自己保住了血汗钱 原警在台北市蓝茶骑士让人行道的违规骑士 还发现他的机车置物箱里面带了8万元的现金 男子当下神情慌张 说要借钱给一名叫做龙哥的朋友 警方一听觉得不对劲 因为最近已经获报了好几起的龙哥交友诈骗案 及时阻止 骑士也笑说自己因祸得福 缴了600元罚单 却保住8万元的辛苦钱 开证骑士违规骑上人行道 原警上前要开单 意外发现他身上带了大笔现金 你带那么多现金是来干嘛 没有 就现在要拿去给朋友 说再带钱 要借8万元给朋友 但怎么会连对方全名都不知道 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做龙哥 为什么要借那么多 他说他有困难 确定吗 不会诈骗去他怎么诈 原警马上发现不对劲 追问这下男子才坦诚 是要和女网友相见欢 但对方要求得先买8万元的游戏点数 你知道很奇怪 哪有借人家那么大笔钱 没有那个真实名字的 他不还你钱怎么办 我现在也在担心着 他又叫我不能报纸 报纸要 要对我家人不必 你就是诈骗了大哥 这位诚信男子自以为 还一名女网友在谈恋爱 最近对方说家里有困难 跑去酒店上班 如果要见面 得先过经纪人龙哥这一关 还被要求得花钱买游戏点数 男子着急想借女网友 立刻提领8万现金 真的好险在去超商买点数的路上 遇到女警及时拦阻 其实他一开始是有点生气的 对我说 这人行道也没有关系 他最后反而是非常的感激 我说 真的非常谢谢你 这么热心的愿意协助 其实警方已经接过好几件 要借钱给龙哥的诈骗案 这回一听到关键字 立刻知道有诈 而其实也是要说 第一次收到违规罚单这么开心 不断谢谢远景让他花600块 换回8万元 接下来明镜台北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